新加坡和柬埔寨的领导人对两国经济关系不断发展表示欢迎 两国领袖今天进行了会晤 并就新兴领域如可再生能源和碳信用额的深化合作方式展开讨论 去年新任柬埔寨首相的红马内 今天起对我国展开两天访问 柬埔寨首相红马内今天在总统府出席了正式的欢迎仪式 他在拜会尚达曼总统时重申两国长期的友好关系 双方就多个领域展开讨论 包括贸易和投资 金融透明度以及食品和水源安全 红马内也会见了黄勋才总理 两人对老挝柬埔寨新加坡跨境电力工作组的成立表示欢迎 工作组将促进和推动亚西安电网项目 两国领袖见证了促进数码政府合作协议的签署 黄勋才总理随后也设宴款待红马内 Cambodia和 Singapore are at different stage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but as two countries in Southeast Asia we face common challenges and we share similar perspectives and interest on many issues we both have to navigate a more dangerous and troubled geopolitical environment moving forward we aim to deepen this partnership by exploring new avenues insurement capital development food security energy security and other vital areas 红马内也参观了国家湖姬园 我国特地以它的名字为一款湖姬花命名 iz茜花的设计 我从小时就得到興宫 我从小时就独立的 我们将可以往北早上 我做到很难养的 我做一的时候 我做出到一的时候 我做了完許了 你做出这种衣子 我做的时候 你做一句了 我做出这个衣子 我做出了 然后我做了 我做到了 Eastern 我做了很多佛cje 我要做必份的 我做了 谢谢观看